小鸣玩具 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 Let's go 首先我们用勾线笔画出小鸣的脸型 接下来画上可爱的大眼睛 还有鼻子 可爱的小嘴巴 然后画出头顶的空气刘海 脸颊的两边画上耳朵 接下来画出脖子 还有衣服 衣服的上面画上领带 Hello 头顶画出头发和蝴蝶结 然后在小鸣的左边画出夏天 夏天也是先画出眼睛 再给夏天画上一个张嘴微笑的表情 然后画出两个圆圈当作眼镜吧 接下来画出夏天的齐刘海 在头发上画出一个星星发夹做装饰 同样的画出身体 最后给夏天画上一个可爱的麻花辫 完成 完成 接下来我们在小鸣的右边画出月儿 同样的先画出眼睛 月儿的眼睛是眨眼的表情哦 是不是非常可爱呢 然后画出斜刘海 还有耳朵 在头发上画个月亮做装饰 然后是身体的部分 最后我们给月儿画上一头长长的卷发 第四个该画昆昆了 同样的给昆昆画上一个眨眼的表情 浓浓的眉毛 灿烂的笑容 再画出昆昆帅气的头发 然后是身体 T恤上可以写上代表昆昆的字母K 然后我们画出马树 首先也是五官的部分 这样看起来 马树笑得很开心呢 然后画身体 胸前画上一只长颈鹿做装饰 最后画上她的头发 最后一位 你们觉得会是谁呢 没错 就是小帕自己了 先画上眼睛 鼻子和嘴巴 还有眉毛 然后画出偏分的刘海和耳朵 衣服上画上一个蝴蝶结做装饰 哇哦 头顶 画上我经常戴的白色贝雷帽 嘿嘿嘿 OK 这样现稿就完成了 现在该开始上色了 首先我们给小玲 涂上肤色 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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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呸 边缘的部分 可以再涂上一些 深一些的肤色 当做阴影 脸颊两边 画上圆圆的腮红 然后涂上深棕色的头发 还有粉色的衣服 相信这件衣服 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可是细节的部分 也要注意哦 特别是领带上的条纹 和爱心标志 一定要记得画上哦 最后我们涂上 粉红色的蝴蝶结 和红色的爱心 这样小玲就画好了 同样的方法 我们把所有人的肤色 都画出来吧 接下来我们给夏天 涂上一头橘黄色的发色 还有黄色的衣服 和猩猩夹子 哇哦 第三个 我们为月儿的头发上色 然后是紫色的衣服 紫色的领带 头发上的月亮 也涂上紫色 下一个是昆昆了 棕色的头发 蓝色的衣服 马叔的头发是棕色的 衣服的部分 画出黄色 还有橙色的长颈鹿 最后呢 小帕给自己 也涂上了一头 深棕色的头发 浅蓝色的衣服 帽子上 画上一片蓝色的雪花 做装饰 蝴蝶结也是蓝色的 再画出领结上的格子花纹 最后写出林可家族四个字 再签上自己的名字 这样我们林可家族的简笔画 就完成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你们喜欢吗 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哦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